大家都知道杨贵妃是五国四大美女之一 是唐朝皇帝唐玄宗的爱妃 人们一般形容漂亮女人的时候 往往引用沉鱼落雁碧月修花来形容 其中的修花就是出自对杨贵妃美貌的赞誉 杨贵妃本名杨玉环 传说当年她在玉花园散步的时候 袖子不小心碰到了一颗草 这颗草的叶子就卷了起来 身旁的宫女不知道这种草 还以为是杨贵妃的美貌修煞了花草 这个修花的美名就此传开了 从此杨贵妃得宠于后宫 使得六宫粉黛乌颜色了 也正是杨贵妃得宠 使得杨家也一同鸡犬升天了 各个兄弟各个都位高权重 特别是她的堂兄杨国忠 竟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执掌朝政 祸国殃民 正是这个鸡犬升天 也为杨贵妃的死 埋下了伏笔 公元七七五年 范阳节度使安禄山 以诛杀杨国忠为名 发动了叛乱 在这场叛乱中 杨贵妃生死未卜 最终成了千古之谜 公元七五六年 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变 促使繁盛的大唐王朝 由此奏向衰落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 公元七五六年 七月十四日 安禄山 投领了叛军 大举攻入长安 接到密报的唐玄宗 连夜带领嫔妃 以及贴身进军 仓皇出逃 第二天 到达陕西境内的马维坡 就在这时 随心的将士 突然起义反叛 当朝在向阳国忠 瞬间死于乱军之中 安史之乱的发生 它虽然原因很复杂 但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汤玄宗后期 政治走向腐败 也就是说汤玄宗的腐败 政治要对安史之乱 负责责任 马维之变 在一定程度上 实际上是对宣宗 后期腐败政治的清算 在对腐败政治 进行清算的时候 杨玄宗实际上 是待宣宗受过 当时禁军将士们心存不满 禁军的首领陈玄礼 对唐宣宗说 杨国忠谋反 我们已经把他处决了 请您也将杨贵妃正法吧 要不然将士们就不能陪您前行了 七十多岁的老皇帝唐玄宗李隆基 终究没有保住自己爱妃的生命 一代爵士美女香肖玉饮在 荒凉的马维坡上 一年以后 那场声势浩大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 大唐皇宫内又传出了慈禧彼伏的朝拜声 玄宗的儿子肃宗继位 玄宗由此退位成为太上皇 就在这年的夏天 一个月光朦胧的夜晚 几个神秘的人突然出现在荒凉的马维坡上 他们悄悄挖开了当年草草埋葬杨贵妃的坟墓 这些人究竟在寻找什么呢 但是据记载呢 群人啊 把这个分魔啊 搭开以后啊 击腐一怀 就是啊 这个议题啊 已经怀了 一年多了嘛 一年多了 一年半了嘛 因为唐宣宗会呈安 是7157年12月初 12月初会呈安的 那么 已经一年半以后了 一年半以后 这个议题又不称载了 只称载了 一个香浪 这个香浪呢 是他生前陪带的 那么呢 就把这个香浪呢 送给了宣宗 史料记载 体态丰满的杨贵妃 身上总会发出 持续不断的香味 正是因为贵妃身上 携带着的这个香囊 宦官在挖墓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香囊 并带给了唐玄宗 相传 杨贵妃死后 唐玄宗日夜思念杨贵妃 时常在一棵槐树下哀悼 这棵古树 后来被称作太上槐 他见证了家人消失后 唐玄宗对杨贵妃的 无限思念之情 人们发现了当年关于 神秘挖墓事件的记载 玄宗皇帝回到长安后 秘密的令宦官改葬贵妃 但是 去改葬的人回来却说 不见了贵妃的遗体 只带回来当时贵妃携带的香囊 就在这次挖墓事件之后 长安城内传出了杨贵妃遗体失踪 杨贵妃可能没死的惊天气温 从史料中 人们找到了当年 马威事变 杨贵妃遇难的多数记载 玄宗本记里记载 命高丽氏赐贵妃自义 同样在杨太珍外传里 有意思之说 看来多数的史料记载 贵妃确实上调了 史料中在当时将士叛乱的危机情况下 说到四军不发 贼本尚在 这里的贼 难道指的就是杨贵妃本人吗 叛乱的将士们 为何对杨贵妃有如此大的仇恨 非要将他置于死地呢 身为大唐的统治者 唐玄宗为何愿意将自己最宠幸的贵妃赐死呢 人们对这些更是疑惑不解 马威坡上杨贵妃只有死 才是最好的结局吗 当时宣宗犹豫不决 舍不得赐死杨贵妃 和杨贵妃关系很好的高丽氏 却劝说唐玄宗接受陈宣礼的要求 他说 将士心安才能确保陛下的安全 现在的情况是 杨国中已经死了 如若不杀杨贵妃 诛杀杨国中的将士心里不安 将士心里不安 陛下就不安 将士安 陛下就安 这是高丽氏以一种委婉的口气交代了问题的实质 就是说 唐玄宗不能留下杨贵妃 留下杨贵妃就可能对唐玄宗的安全 产生影响 如果拒绝后果将难以想象 那么就是说 如果不把杨贵妃处理掉 的话 那个抽杨的心里起来之后 他自己确实性命难保 那高丽氏呢 确实那么多年 真是把唐玄宗摸透了 所以最后这么说了 那唐玄宗是没有办法 舍不得 那也得杀 不杀 那话 这个军队的群情是平息不下来的 所以史书上记载的 拉到佛堂去勒死之后 然后呢 把尸体拿给陈杨李他们看了 看了之后就说贵妃已经死了 所以呢 珊瑚万岁 这个记载 应该说 基本上是应该是符合 也从 不管从当时的史实和情理上推测 应该是 就说这样呢 大家就认为呢 这一个杨家 整个抽杨这个心里 好像得到了一种满足 根据专家的推测 在这种情况下 唐玄宗是没有心思和时间 去想办法弄虚作假调包的 因为这是极其危险的行为 只有燕明死事之后 将士们的愤怒才会平息 当时士兵们的愤怒呢 如熊熊烈火 任何小手腕都会被认为是在欺骗他们 他们的怒火呢 将会更胜 可能会做出过激的行为 进军的首领陈玄礼身为臣子 从道理上讲 他不会仔细检查杨贵妃的尸体 但如果太子李亨想借此事做文章 挑动士兵们起哄 要求仔细验身证明 如果发现被议死的人不是杨贵妃本人 便不会以此为借口 危及唐玄宗的生命 这种事情并不是没有可能 任何就杨贵妃的行为 都是拿唐玄宗的生命开玩笑 唐玄宗一方只能选择溢死杨贵妃 杨贵妃的前夫受亡礼貌 也无可奈何 因为他这个调节玄宗与军队和各方面关系的人 只有在玄宗接受并真正实施了军队的要求 才能顺利调节 以保证父皇的安全 杨贵妃作为牺牲品 也就不得不死了 所以这个就当时的权力之争就很清 很玄宗应该看得清楚 高丽氏可能看得就更清楚 看得更清楚 所以马尾这个地方就是很实际上是很仓促的 所以那就说他死了之后就把他埋在那个 马尾驿站的路边上 然后他们就继续就继续 这个时候你群情振奋杀完之后 你再不走肯定不行 所以时间很短的时间 就是一个午饭时间很快 然后草草的杀掉 一看确实是死了 然后就随便的等于是 唐先生自己不可能过温 肯定就是那些士兵了 反正就把他拉到路边上去埋了吧 一埋了 弄个坟堆 肯定不可能立背什么 当时不可能就埋掉了 埋掉之后 然后就继续泡泡 众所周知 杨贵妃被誉为古代四大美人之一 她的美貌无一是绝世罕有的 唐玄宗对杨贵妃极为宠爱 杨贵妃当时的立位相当于皇后 唐玄宗看上杨贵妃的时候 杨贵妃已经嫁给了唐玄宗的儿子 受亡礼貌近五年了 内侍高丽氏揣测圣意 经过策划 使唐玄宗把杨玉环正式册封为贵妃 从此杨玉环和唐玄宗上远了一场 轰轰烈烈的不伦之恋 但是就是一个深爱着杨贵妃 并且拥有着至高无上权力的唐玄宗 竟没有能力保住自己爱妃的性命 据史料记载 当时军士们的愤怒平息之后 唐玄宗与陈玄离等人的谈话中 只谈到杨国中的被诛 一字未涉及杨贵妃的死 谈话结束 陈玄离等人皆呼万岁 再败而出 此时此刻的唐玄宗 却没有一丝的喜悦 七十多岁的唐玄宗 无可奈何之下 将杨贵妃赐死 以流全尸 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 在当时情势危急的马威坡下 杨贵妃主动同意献出自己的生命 杨贵妃在死之前 请求去旁边的佛堂祭拜 于是随后被溢死于佛堂 贵妃死后 用子入果盖草草地葬在了佛堂旁边的土坡上 从此 这个绝代家人 孤零零地躺在荒凉的马威坡上 按照这样的推论 专家认为 当年情势危急的马威坡上 杨贵妃应该是上吊死了 尸体被用子入果盖 草草地埋葬在佛堂旁边的土坡上 但是就在唐玄宗的儿子唐素宗继位 玄宗由此退位成为太上皇之后的夏天 一个月光朦胧的夜晚 去改葬杨贵妃的宦官们 为何没有找到她的遗体呢 关于那段神秘的挖墓事件 人们在史料上发现 新旧唐书中存在着对改葬事件的两种不同的记载 那么新旧唐书中哪一个记载才是最准确的呢 旧唐书是唐朝时就记载的 而新唐书是宋朝人根据旧唐书编写的 按道理说应该是旧唐书尤为可信 然而旧唐书中 杨贵妃积肤已坏的记载 在新唐书中却没有找到 这样的疏漏 不得不让后世的人们产生了疑惑 唐玄宗改葬杨贵妃的愿望确实也没有实现 这似乎又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 所以旧唐书呢 就是有这个基辅坏了 新唐书没有 没有当然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呢就是这个 编新唐书的人 他不愿意 有一种心理不希望 贵妃就死了 这个尸体也腐烂了 所以他就不写这句话 另外一种可能呢 就是他所接触的那些笔记里边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野史杂史 比如等等呢 比如阳台真外传 还有等等这一些里边呢 可能呢 也没有 就基辅 尸体腐烂的 这个这方面的记载 根据史料记载 人们分析呢 关于杨贵妃的此的记载呢 只有结果 却丝毫没有过程的描述 这些是当时编写史料的人 故意疏漏的吗 还是当年的马维坡上 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呢 这一系列 令人疑惑的地方联系起来 人们更加偏向于民间的传闻 杨贵妃遗体失踪 说明杨贵妃真的没有死吗 唐明皇没办法把 要高律师把贵妃给引过来 引过来以后跟他说了一段话 其实这个话在正史上也不多 意思就是说 你呀 这也留下了后来的一个疑案 就说呢 我我现在保不住你 没办法 愿你往生往生善戒呀 就是你你你今后即使被迫你死了 你也升向一个好的地方 来世升向一个好的地方 那么这个有人怀疑 就是唐明皇给那个 因为高律师在场 高律师后来是行刑的人吗 是去勒死杨贵妃的人 就说这个话是有暗语的 意思是说你你不要把他这个 我还是给他留有后路的 愿你往生善戒 所以杨贵妃就自己说了句话 说我不要紧 愿大家好行啊 唐玄宗在逼迫之下所说的往生善戒 真的就是给高律师的暗语吗 而进军的首领 陈玄礼在杨贵妃被刺死后 去检验杨贵妃尸体的时候 会不会有什么遗漏呢 就是一般的记载是 陈玄礼免咒施甲 把所有的行头脱下以后 礼拜就没有走进去看 就是相信 因为一般的理解 这个皇帝和贵妃的这种 一般人是不能亲近的 尸体也是不能亲近的 你进军首领 那么看了看 抬了个尸体盖了个白布 那好像就是了 这也留下了一个遗案 好像后来到底 因为一般讲高律师是不是会 受玄宗的暗示留有一手 或者高律师本来就跟贵妃关系就很好 下不了毒手 累了 你好像断了 起台过来 可能坏了又活了 等等的这些话题 话说这高律师 他和杨贵妃的关系是很要好的 这个高律师呢 先设计杨贵妃当女道士 再改嫁唐宗宗 有人这样认为 高律师似乎可能不忍心 把他勒死 而且唐宗宗的话 似乎是有暗语 那跟随了唐宗宗多年的高律师呢 更应该了解其中的意思 另一方面 禁军首领陈玄礼强迫皇帝处死了杨贵妃 心里也非常胆怯 因为杀杨贵妃实在有损于皇帝的尊严 是犯上大不尽 在这种情况下呢 陈玄礼再去仔细的验看杨贵妃的遗体 应该是更大的不尽 所以呢 陈玄礼验名正身 很有可能呢 只是走了一下过场 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已经不复存在 人们无法想象马维波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 杨贵妃是真的遇难了 他是执行一死的高丽氏 手下留情了呢 这个问题呢 也只有当年的高丽氏和随行的内侍清楚了 常若叛乱的将士 没有在杨贵妃死后去检验他的遗体 那么是否预示着一千多年后的今天 马维波上会有什么意外的发现呢 今天我们在法门寺博物馆内 见到了那个富有传奇色彩的香囊 山西的马维波上有一个陵园 门楼上刻有唐杨姓氏贵妃之墓的字样 进门大殿之后是一座普通的青砖墓中 并不太高 目前书唐玄宗贵妃杨氏墓 那么这所谓的墓中到底有否杨贵妃的遗物呢 我们不得而知 据说安史之乱以后 唐玄宗回到长安 立即派人去马维波查看贵妃训难处 得到的结果有两个说法 新旧堂书有着不同的记载 七说有肌肤和香囊 其一说即香囊而异 如此似欲的杨贵妃 说不定就在其中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 我们在法门寺博物馆内 见到了那个富有传奇色彩的香囊 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 这个有着金银色的小香囊 依然完好无损 据史料记载 体态丰满的杨贵妃身上 总会发出持续不断的香味 正是因为贵妃身上携带了这个香囊 大家一定觉得奇怪 它就是杨贵妃死后留下的香囊吗 为什么木中的遗体都腐烂了 而香囊都是用丝绢做成的 怎么会完好如初呢 香囊有个名字叫做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听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 这种香囊不是普通的绸缎做的 而是用金银做的 并且设计极其精巧 通体楼空 这种香囊在古代称作香囚 唐代时转为妇人携带 大的可以挂在床头进行熏香 小的就随身携带 这两件香囊最大的直径是12.8厘米 最小的一个是5.4厘米 它那个原理就是 在香囊里边有两个直平环 直平环上面套一个薄鱼 就是这个无论怎样转动 这个薄鱼呢 始终以地面保持平行 而里边的香料和那个火销呢 始终不会撒到外边 这种原理呢 就和那个近代用于航海航空上的 脱离原理是那个相似的 香囊的出现 使人们相信那次秘密的改葬 宦官带回了香囊给唐玄宗 日夜思念杨贵妃的唐玄宗呢 只能对着家人留下的遗物摆探 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 杨贵妃在马维坡主动同意 献出自己的生命 杨贵妃在死之前呢 请求去旁边的佛堂祭拜 于是呢 随后被溢死在佛堂 贵妃死后呢 用子入果盖草草的埋葬在佛堂边的土坡上 从此呢 这个绝代佳人孤零零的 躺在荒凉的马维坡上 也就是说呢 当时杨贵妃的坟墓很简陋 但是现如今的坟墓竟然有三米高 外部用青砖包裹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千多年后 旧世的杨贵妃被埋葬的地方 只有一个简陋的石碑 后来这个墓碑也遭到了破坏 而在马维镇上重新修起了杨贵妃墓棺 里面不仅有贵妃的墓 还有贵妃的塑像 供游人瞻养 关于贵妃墓 有一个很美妙的传说 传说当年在我们马维坡这块地方 有一个圆歪行长 她有一个女子 僧弟子 奇臭无弊 她正面在干贪 老天实在死 不过给杨贵妃帐的那么漂亮 跟她帐的这么臭 所以有一天晚上 她来到了贵妃墓前 嚎啕大哭 哭得是四驱火来 爬在了坟土上 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第二天 她醒来以后 回家 吸锅链以后 突然发现 自己的链变得白喜漂亮 链上的黑子板垫都不见了 所以贵妃墓 这个美妙的作用 像墓一样传遍了四种 附近的游女都前来坟上去吐 所以为了保护墓赃 就用秦转将墓赃 顾了起来 一千多年前 唐朝的宦官 打开的就是这个墓 只不过 这个贵妃墓 完全与昔日的贵妃墓不同了 但是 它依然还是一个衣冠种 没有了遗体的 伴随着一千多年前 那个难以解答的迷雾 永久的存留在这里 现在的贵妃墓呢 是建在一个半坡上的小林园 大门顶额横梳 杨氏贵妃之墓 园内的贵妃墓中 有高三米 风土四周呢 七亿青砖 据说 妇女用贵妃墓上的土擦脸 可以去掉脸上的黑斑 使面部肌肉细腻白嫩 因此呢 其木土也被称为贵妃粉 远金妇女争相 以土擦脸 连外地游人 也要带包木土回去 为了保护坟墓 只好用青砖 将其包弃 目前呢 有一杯 上课 唐玄宗 贵妃 杨氏墓 游人到此呢 用读周围回廊上的古人诗作 可以冥死 可以抒怀 当别有一番情绪 如今 贵妃墓后的半坡上 修了一个亭子 亭边 用洁白的汉白雨 雕了一尊 高近三米的贵妃战相 她表情凝重 目光向着坡下 似乎在想着什么 杨贵妃墓 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今日杨贵妃墓馆的碑文上 依然记载着 墓上 生白土这样的字 这个美好的传说故事 也算了 一花一草 见证了一千多年前 那段令人费解的历史 传说 杨贵妃死后 唐玄宗日夜思念杨贵妃 时常在一棵槐树下哀悼 这棵古树后来被称作太上怀 她见证的家人消失后 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无限思念之情 在墓馆里的高达二十米的贵妃塑像 肃立着 依然显示出了一代美人的风姿戳跃 人们不禁发问 杨贵妃的墓怎么会出现在马维坡呢 杨贵妃究竟有没有死在马维坡呢 她的遗体究竟又去了哪里呢 而在马维镇关于贵妃的遇难 这里流传着很多的诗文 也有传说贵妃没有死 在上吊之后 贵妃又复活了 被高丽氏和随行的侍女救了 早已物是人非的马维坡上 已经看不到家人逝去的悲哀 留给后人的却是无限的疑惑 就在这个疑惑无法解答的情况下 四川都将厌世的红梅村 传出了杨贵妃千年古墓的奇闻 红梅村是坐落于四川天国山脚下的小村子 传说 这个村子因为后山脚的一座千年古墓 而充满了神秘色彩 村子里祖祖辈辈流传着 这是一座杨贵妃墓的说法 据村民们讲 早年在这里的墓碑上刻着杨字 却没有明慧 这个又千年历史的墓是一个暗墓 村里人世代流传着这是一座贵妃墓 而今那块墓碑也不存在了 这块墓地也被种上了小麦 村民们说到的那个墓到底是不是杨贵妃的墓 我不知道 至今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说法 但是首先这个墓的主人姓杨 而且如此壮观的墓地也不像是一般的王侯之墓 所以后人猜测呢 他就是杨贵妃的墓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人把杨贵妃的墓建在这儿呢 是因为他的遗体埋在这儿 还是因为史料曾记载过的这里是他的出生地呢 当地的人为纪念他而特意修建的呢 墓地的方圆有100平方米 高达50米 背靠天国山竹峰 左右两侧都各备一座小山环绕 千临未将 正对马加岭和金边岩 当地有人有这么个说法 如果站在高高隆起的满头山 放眼四望 群山或挺拔或突兀或慵懒 而唯独此山如满头状 仔细查看人工痕迹比比皆是 这些东西呢 我估计光线志和羽立生计 他们可能这个传说的来源可能差不多 所以就都把这个 他的出生地弄到 搁到了不是蜀州 而是搁到独家院 这样子呢 所以这样呢 大概有些人可能就演绎嘛 因为他反正逃到四川去了嘛 逃到四川去之后 然后就 是不是 他那个 那儿又有什么墓啊 还是有什么的 好像是不是有可能就埋在那儿了 根据世代居住在天国山下 红梅村的村民说呢 这个地方呢 是杨贵妃墓的传闻呢 从祖辈就流传下来了 村民认为 杨贵妃葬在这里的理由是呢 杨贵妃信奉道教 而青城山 则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 说到这里呢 人们就有疑问了 说杨贵妃和道教有什么关系呢 难道杨贵妃真的信道教吗 您还别说 据史料记载 杨贵妃生前还真的做过道士 唐玄宗看上杨月桓的时候 她已经嫁给寿王礼貌 差不多五年了 唐玄宗抢自己的儿媳妇 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为了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唐玄宗先是打着孝顺的旗号 下诏领杨月桓做女道士 说是要为自己的母亲 道太后建福 并赐道号太真 让杨玄玄搬出了寿王府 住在太真宫 那么根据这个 主太后继承这句话呢 于是正月初二 那么就估计就时间推断的 第一次优惠是28年的十月 那么这个就应该度到 应该是29年的正月初二 以后或者就正月初二 那就下着一道赵书 就是她自己为了纪念皇太后 所以她自己就许身道门 就作为道士 唐玄宗看上杨贵妃的时候 杨贵妃已经是自己的儿媳妇了 如果强行取之 与伦理与道德都有违背 唐玄宗迟迟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 不过善于巴结奉迎的内侍高丽氏 马上就明白了皇帝的顾虑 高丽氏说 让杨玉玄先在太真宫 假作女道士 这样一来 众人的口也就堵住了 因为玄宗想要取的 就是女道士杨玉玄 而不是寿王妃杨玉玄了 因此 唐玄宗先作使杨玉玄 让她作女道士 然后玄宗赐她法号为太真 但是就算杨贵妃信封道教 这个墓里边葬的人真的是杨贵妃吗 专家们又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这个棺材的长度来 就是有大有一米七 一两千米 然后再往里边走 就发现了 就发现了一个钉子型的木材 体子型的木材 也就是真木这样 一个体子型的 一个木炭 有十公分左右的 大概就是一米多长 就木炭 就我们怀念这个木 在里边很深 所以我们就没再进行了 按照当时的挖掘人员的说法 挖出的瘦小棺木 长仅1.7米 宽仅45厘米 无疑是装女人的棺木 但是当年的墓碑和挖掘的情况 都已经不存在了 仅凭村里的流传 实在无法确定 这是贵妃墓的说法 天国山古墓 可能会是杨贵妃墓吗 为什么历史上没有任何 关于墓地主人的记载呢 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 墓主人身份的文字材料 也没有 这种墓可能早期也就被盗过了 没有任何的殉葬品 没有发现任何的殉葬品 所以说墓主人的身份吧 很难判断 但是吧 就是从墓葬的形式和食材 加工的情况看吧 这个墓葬的时代吧 大概不会超过明大 专家们的分析 与村民们的传说呢 有很大距离 我们似乎无法把天国山的千年古墓 与杨贵妃真正的联系在一起 那位倾国倾城的杨贵妃 就这样从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了 更多的人们希望 那个传说的内容是真的 他们希望 那个拥有绝世美貌的贵妃 在那场浩劫中幸免于难 就在这众说纷纭的时候呢 又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杨贵妃的后裔出现在了日本 杨贵妃的后人 怎么可能跑到日本去呢 当年的贵妃 莫非真的逃离大唐 辗转到了东营了吗 2002年 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会 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 正式声明 她是杨贵妃的后裔 这个消息迅速在中国爆炸开来 人们感到无比震惊 杨贵妃的后人 怎么可能跑到日本去呢 当年的贵妃 莫非真的逃离大唐 转到东营了吗 其实 翻开史料 有关杨贵妃 东渡日本的说法 由来已久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 著名胡学家 于平伯先生 在《长狠歌》和《长狠歌传》的质疑等文章中指出 杨贵妃可能并没有死在马维坡 而是去了日本定居 文章指出 在日本不仅有杨贵妃的坟墓 还有杨贵妃的塑像 而且 现今的日本沿海边有一个叫做酒精的村子 以杨贵妃之乡而闻名 这里的人们相信一个久远的传说 当年 杨贵妃在马维坡兵变的形势逼迫下 一名侍女代替她去死了 杨贵妃在浅唐使的帮助下 乘船离开了大唐 经过漫长的时日 漂泊至一个村子 这就是今日的日本山口县 酒精 现在日本的山口县 自称是杨贵妃的故里 相传在日本有一个偏僻的地方 路边都是杨贵妃商店 杨贵妃酒馆 杨贵妃宾馆等等之类 那的人还声称杨贵妃在那还有后代 后代姓巴木 在日本京都的一个寺院内 还要对杨贵妃来日本的记载 难道杨贵妃真的就逃到了日本吗 位于日本山口县 有古丁有一座寺院 称二尊院 二尊院的长老说 杨贵妃在这里埋葬着 并拿出了二尊院五十五市长老 慧学留下的书 长老讲述 杨贵妃是在唐渡口登陆的 在唐渡口当地的人说 杨贵妃是接触着一股从中国流往日本的海流的回旋 飘到这来的 说来也奇 日本有座杨贵妃墓 而且还有她的塑像 史书上记载的杨贵妃自意死于马维坡 日本何来贵妃墓呢 日本学者渡边龙策在杨贵妃复活密室一文中考证说 杨贵妃逃脱马维坡后呢 得到唐代舞女和乐师的帮助 辗转到了扬州 在那呢 不仅见到其兄杨国中 还见到了日本遣唐使团的藤原志雄 在藤原的协助下呢 杨贵妃搭乘日本使团的船 到日本九经登陆 时间为公元七五七年 到日本后 杨贵妃受到天皇孝谦的热诚接待 后来杨贵妃以她的智谋帮助孝谦 挫败了一次宫廷政变 从此呢 在日本是声名大振 得到日本人民尤其是日本妇女的爱戴和好感 这里的人们相信一个久远的传说 当年杨贵妃在马维坡兵变的情势下 一名侍女代替她去死了 杨贵妃在浅唐使的帮助下 乘船离开了大唐 经过漫长时日的漂泊 到了一个村子 这就是今日的日本山口县九金 山口百惠就是山口家族的意愿 看来她声称自己是杨贵妃的后裔 并不是空穴来风 有一个叫南宫波的人 她呢就写了一个杨贵妃 中国历史上最特出的女人 然后呢 她呢就讲了 她就分析了一些 就是说呢 当时呢 这个 因为仓储勒死杨贵妃 实际上没勒死 而且这个时候呢 因为寿王还跟这个杨士女 她有他们一段前面的那个恋情 所以呢 整个的事情都是在寿王的关注之下 而且呢 有高丽是亲自操办 所以就勒的时候没有勒死 然后呢 因为寿王他也有他的卫队 有他的兵士 所以寿王呢 在寿王他的保护下 就把杨贵妃从马尾仪给转移出去 日本著名的文学作品中 南宫博的杨贵妃外传 和渡边龙册的杨贵妃复活密室中 有这样的描述 他们推断杨贵妃确实是没死 而是逃到了日本 日本时代流传的这些传说 实在出乎国人的意料 而且所有的传说呢 都是有根有据 一个中国的贵妃 竟然在日本 很多地方都有他的坟墓和塑像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难道杨贵妃真的逃去了日本吗 我想这个最早的起源呢 是跟白居易的 《长恒歌》是有关系的 白居易在寄述杨贵妃本诗的时候呢 他有著名的《长恒歌》 这样一首《长诗》 那么在《长诗》的后半部分呢 他表述了对杨贵妃的一种想象 说杨贵妃虽然是他在这个事变中间 人已经死了 但是他的灵魂还是活着的 他的灵魂呢 飘摇到了这个神仙山上 后来呢 他和唐明王所派出的道士 在神仙山上的相遇了 而众所周知 白居易的《长恒歌》是历史上描写 杨贵妃和唐玄宗爱情故事的传世名作 人们分析 《长恒歌》里写到的诗句 马为坡下 泥土中 不见预言 恐死处 上穷碧落 下黄泉 两处茫茫 皆不见 护文海上有仙山 山在虚无 飘渺间 终有一人 自太真 雪敷花貌 惨差事 人们仔细地分析这段诗问 其中 不见预言 空死处 就是描写了 马为坡 找不到杨贵妃遗体 而此后 唐玄宗派一个道士 去寻找杨贵妃 结果 上穷碧落 下黄泉 都没有找到 最后 道士在仙山上 找到了贵妃 而太真 恰恰是贵妃出家时的 法号 难道杨贵妃 曾经出过家吗 据史料记载 唐玄宗看上杨贵妃的时候 杨贵妃已经是自己儿子 受亡礼貌的媳妇了 不过 善于巴结奉营的内侍 高丽侍 提出 先让杨玉环 在太真宫里 假作女道士 这样一来 众人的口也就堵住了 因此 唐玄宗 唆使杨玉环 让她先作女道士 然后唐玄宗 赐她法号 为太真 但是 白居易的长恨歌 与史料的相似的记载 让人们充满了想象 由于是浪漫风格的诗文 倘若道士 真的在仙山上 找到了贵妃 这里的仙山 究竟指的是哪里呢 世界上存在着这样的地方吗 人们陷入了沉思之中 《长恨歌》里写到的 称为彭兰的仙山 又在哪里呢 关于彭兰山呢 在中日文化史上 又具有特别的文化意义 因为呢 在日本的文学的创作的概念中 他们常常把彭兰山本身 就只为日本本所 因为我们知道彭兰山呢 是中国道教 所构思的一种神仙生活的 在大海之中的一种神山 但是在日本的文学中呢 常常把彭兰山作为日本本身 加以演化的 所以这个能却呢 他多少暗示了 杨贵妃在安禄山事变之后 他其实没有死 他可能到达了日本 据史料记载 在十四世纪的后期 和十五世纪的初期 日本的能开始逐渐的发达起来 能是日本的一种古典戏剧 它是以虚许多多的生活 作为它的题材 其中有一部能 是专门以中国发生的事情 作为它的题材来进行创作 这种能在学术史上 有一个专门的名词 叫做唐世能 以唐来代替中国 以唐世能创作的剧本呢 大概有十几种 其中呢 有一个剧本 就叫做杨贵妃 那么这个能是剧的杨贵妃呢 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讲了杨贵妃啊 在安寺自乱之后呢 他到了彭兰山上 那么 那跟白居易的长恒歌呢 有所不同 白居易的长恒歌呢 说杨贵妃仍是死了 灵魂到了神仙山上 但是这个能剧杨贵妃呢 他说杨贵妃没有死 杨贵妃到了彭兰山 在彭兰山上呢 后来他又和唐明王派来的道士 互相见面了 那么基本的情节 还是沿用了长恒歌的构式 但是其中他发生了一个 纸的转变呢 就是杨贵妃并没有死 就在这个彭兰山 在我们看来 民间作品中的美女的形象 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 能以自己的聪明智慧 战胜凌辱者 有些人呢认为 唐朝的衰败和灭亡呢 有非常深刻的历史背景 比如宦官山泉 彭党之争 藩镇割据 外族入侵等等 还把这个重大的历史责任呢 归结到了杨贵妃的身上 还有一些人说呢 杨玉桓确实已经烟消玉云 李隆基的儿子 为了防止盗墓和平息贵妃事件的不悦 故意叫白居易呢 写出贵妃虽然已死 却是空死处 这样的诗句 叫好事的人摸不着头脑 从唐明皇的重色倾国 到大唐王朝根基的动摇 女色祸国的议论的确存在 很多人呢 把误国的责任给了唐明皇和杨贵妃 并举出例如打几的故事来加以佐证 而白居易的诗歌里 并没有把杨贵妃视为祸水 杨贵妃的形象呢 便成为一个典型的例子 随着白居易文学在日本流传 杨贵妃在十一世纪的日本就已经家喻户晓 杨贵妃逃亡日本的说法 也是从那个时候才传入中国的 十一世纪时 日本的著名作家子师部 根据白居易的长狠歌 写了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小说 《原始物语》 小说历经四代天皇 跨越七十多个年头 登场人物数以百计 女作家子师部是日本的宫廷女官 主要为宫廷里的贵妇人们讲述汗血 《原始物语》就是描述了宫廷内女人们明争暗斗 而原始的命运和中国的杨贵妃很有相似之处 那么这部小说作家在《构思》的时候 它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卷叫做《童狐》 《童狐》的这一卷 现在研究原始物语的中国的日本的大部分学者 都已经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 就是《童狐》这一卷是以白居易的长恒歌 作为基本的构思来展开它的小说的脉络 《原始物语》的主人公子鸡的故事就和杨贵妃的命运很相似 《原始物语》中女性的命运只有三个选择 要么走入坟墓一了百了 要么落发为泥斩断成员 要么独守空归虽生有死 唐代的历史乃是中国最辉煌的时期 可惜唐代始终逃不过历史盛衰的定律 唐玄宗晚年重情声色 荒代国事 引致安史之乱的爆发 令唐帝国由盛而衰 既然杨贵妃空死马为坡 那么她一个娇弱女人能跑到哪里去呢 难道她真的就到达了日本吗 传说 杨贵妃到达日本以后 受到日本孝谦皇后的重用 杨贵妃居住的日本宫廷 就像是唐朝的建筑模式 最终她由于思念唐玄宗 郁郁寡欢 死在日本 这些传闻和前面的逃亡联系起来 似乎都是可能的事情 但是这些传说仅仅是传说 没有确准的证据去证实 更为传奇的是 根据《长恨歌》中的描述 唐玄宗因为思念杨贵妃命一名道士招魂 结果道士在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 并且带回了杨贵妃给唐玄宗的信物 法簪 唐玄宗时常拿着道士带回的信物 哀情虚叹 让人看了心生悲哀 倘若道士真是在日本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 按照当时的原始条件 杨贵妃有可能逃到日本去吗 而到了2004年 中国歌剧舞剧院和日本的这个演员合作 在北京天坛剧场 演出了一幕一个大型的歌舞剧 就叫做杨贵妃 那么在这个杨贵妃的戏中 他明确的表现 在安死之乱马维波事变中 杨贵妃并没有死 杨贵妃当年有一个日本的留学生 帮助他从事变中脱逃 而有一个日本女留学生 顶替杨贵妃 在马维波被杀了 杨贵妃呢 又渡过东海 到了日本 在人们的论述中 有多样的描述 有说杨贵妃是被人代替而死 也有说他上吊后又恢复了元气 最后呢 在浅堂史的帮助下 才逃到了日本 倘若杨贵妃是被别人代替而死 那下葬的人究竟是谁呢 但是就算有人代替杨贵妃去死 在唐朝海上交通并不发达的情况下 杨贵妃又如何能够顺利的逃到日本呢 现今的人呢 对当时的条件下 如何飘扬航海是丝毫都不能想象的 而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史料中 最详实的航海记载 就是东渡日本的建真和尚 他前后历经十一年 经历了五次失败 屡遭磨难 才终于到达了日本 可想而知 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 杨贵妃想要逃到日本 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呢 唐朝时候中日之间的交往非常频繁 去记载 包括非正式的有十六七次 甚至十八九次的潜唐使 即使是能够落实的至少也有十五次 在唐朝的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面 那么经常有日本人来 来的规模呢 最大的盛唐时候的使团呢 达到五百多人将近六百人 最多一次五百九十多人 是很大的一个规模 一般他来的船 一般是三艘船四艘船 所以船一般的一艘船 能够承载的可能达到一百多人的规模 所以那个时候 那是日本的造船 在唐朝也比较发达 当然唐朝的官船 可能比他们还要发达 因为在广州有这个世波史 就是对阿拉伯世界整个贸易 大量的中国的瓷器出去 那个船是非常大的 日本的潜唐使传图中记载 日本有十多次派遣使者来往于大唐 日本古城窝国 在唐代时才改成日本 据史料记载 这样的潜唐船可载一百多人 日本潜唐使人员会在日本集中出发 到达唐朝的明州 扬州和苏州 就可以到达大唐的首都 长安 日本有十几次的潜唐经历 最多一次潜唐人员有五百多人 分三四艘船 就算这样的潜唐使船 能够到达日本 在兵荒马乱中 大唐的杨贵妃可以在哪个港口登船呢 据中国古代交通史记载 在安石之乱时 唐玄宗逃到了四川 最后还有逃走的留学生 潜唐使等 杨贵妃一定会选择相反的方向 她可能到了武汉 经长江下游 有三条线路 一个是扬州 一个是苏州和明州 也可能在这三个地方登船 最后经历数日 到达日本的山口九金 早在二十年代 著名红学家于平博先生 在《长恨歌》和《长恨歌传》中就质疑 杨贵妃可能并没有死于马维坡 而是去了日本 文中指出 在日本呢 不仅有杨贵妃的坟墓 还有杨贵妃的塑像 而且现今的日本 阳海边呢 有一个村子叫九金 以杨贵妃之乡而闻名 这里的人们呢 相信一个久远的传说 当年杨贵妃在马维坡 兵变的刑事逼迫下 一名侍女代替她去死了 杨贵妃本人呢 在潜唐使的帮助下 乘船离开了大唐 经过漫长的时日 漂泊到了这个日本的村子 传说 杨贵妃到达日本以后 受到日本孝谦皇后的重用 杨贵妃居住的日本宫廷 就像是唐朝的建筑模式 最终 她又与思念唐选宗 郁郁寡欢 死在日本 这些传闻和前面的逃亡 联系起来似乎都是可能的事情 但是 这些传说 仅仅是传说 没有确凿的证据去证实 更为传奇的是 根据《长恨歌》中的描述 唐玄宗因为思念杨贵妃 命一名道士招魂 结果 道士在仙山上 找到了杨贵妃 并且带回了杨贵妃 给唐玄宗的信物 法簪 在当时危急的情况下 杨贵妃就算能够幸存下来 她怎么又能够逃离大唐呢 当时要置她于死地的禁军 是受太子李亨 也就是后来唐宿宗的指派 已经成为皇上的唐宿宗 怎么可能容忍杨贵妃逃离大唐呢 据史料记载 杨贵妃死后呢 唐宿宗拒绝将杨贵妃 纳入后宫名列之中 由此看来 他们之间有着极深的仇恨 那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认为杨贵妃并没有死 而且还能够逃离大唐呢 很多的因素 促使人们愿意相信 杨贵妃是可以不死的 就是他要不死的话 这些理由也是可以从逻辑上 从推演来说是成立的 尽管没有依据 那么这样的话 人们就相信 好 那么他是没有死 他应该逃走了 那么逃到哪里去了呢 在唐朝的国土上 他不能够生存 因为唐宿宗一控制局面以后 他不能容许杨贵妃还在唐朝生活 自然日本是一个最好的去处 而从当时的交通条件 中日交往来说 那个又是很现实 至今为止 关于杨贵妃生死知识 中国学者有提出疑问 但是没有描述 他生存的潜逃的路线 那么日本的作品 描写了杨贵妃到达日本的 这样一个想象的事实 那么他们都认为 杨贵妃是通过东海交通 到达日本的 那么这种东海交通的线路 它是基于当时唐朝 逐渐发达起来的 这个日本的浅唐室是有关系的 当时日本将与唐朝的交往 是为国家大事 曾先后十多次派浅唐室 来中国唐朝交流学习 随行的除医师 画师 乐师及各类工匠外 还有很多的留学生 和学问僧 经归国留学生的积极传播 大唐文化的精髓 如律令 科技 佛教 儒学 学校教育 科举制度 乃至风俗习惯等等 皆在朝鲜和日本广泛流传 唐朝与日本在文化政治是有着很多的交往 但是交往也受着很多限制 其中在贸易上就不是完全自由的 唐朝和日本的交往 要说起来 这个内容太广泛 太广泛 其实从随朝 随朝有浅随时 后来就叫浅唐时 应该有十六七次或十五六次 就是日本 他每一次 他都有正史 副史等等 其中 集备真备 就是前藏时 他好像是一个副史 过来 过来之后 他每一次来 当然除了朝贡以外 就是要从 到唐朝 就是一个是 就是学习唐大的 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东西 还有一些人就 干脆留在中国 也有在留在中国做官的 关于杨贵妃前往日本的线路 现在只是有通过东海的浅唐室 他才能够回到日本本土 才能到达日本本土 这个线路实际上也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事实上 估计杨贵妃是做不到的 因为这个浅唐室 间隔的时间非常的长 在整个唐朝的时代 浅唐室到达中国的说法不一 有的说是十二字 有的说是十八字 那么 总而言之 不会超过十几次 所以 杨贵妃 即使是从关中 有可能存活 被营救到东海 她要迎接 上日本的浅唐室 这中间要经过一系列的 极为复杂的转移手续 那么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 以及在当时的总体的文化氛围中 这种可能性 是很小的 既然杨贵妃只有很小的可能到达日本 那么在唐宣宗派内侍改葬她的时候 怎么会只带回了杨贵妃所带的香囊 而杨贵妃的遗体又到哪里去了呢 就在杨贵妃逃到日本的传闻 已经在民间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有关杨贵妃的下落又传出了一种新的说法 位于四川省迎山县境内的太鹏山 地貌独特 山势险君 早在晋朝初期已经是道教圣地 随唐之后香火鼎盛 传说太鹏山主风呈莲蓬状 所以后人取莲花的莲蓬之意 称之为太鹏山 太鹏山上鲜物缭绕 素有蓬莱仙境之称 当地人传说 马威事变后杨贵妃乔装打扮 万秦岭过八周跨山越线 终于来到太鹏山地带 立即得到了道士们的同情和保护 而杨贵妃早年与道教关系密切 对太鹏山早就心向往之 天上地下都找不到 结果在鹏山把它找到 而鹏山啊 曾登来两周的这个鹏来啊 在他们的史里面呢 都是说它是鹏影 鹏道 鹏少说它是鹏山的 大鹏山啊 实际上啊 它是 自己这个所谓说鹏山啊 就是自己打鹏山 就是这样子就可以证明 杨贵妃到了鹏山 他只说一消的鹏山呢 是因为云理智的路线 怎么样子 经常跟杨贵妃与理智 杨贵妃就晓得这个鹏山啊 这个大鹏山这个地方 所以他才会走到大鹏山去 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去了 众所周知 白居易的长恨歌 是历史上描写杨贵妃和唐宣宗爱情故事的传世佳作 人们仔细分析这段诗文 其中不见欲言空死处 只是描写了马维波找不到杨贵妃的遗体 而死后 唐宣宗派一个道士去找杨贵妃 结果是上穷必落下黄泉都没有找到 最后呢 道士在仙身上找到了贵妃 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提示我们 在蓬莱去找到太真 而太真恰恰是贵妃出家时的法号 说到蓬莱山 而蓬莱山是中国道教所构思的神仙生活的 在大海中的一座神山 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蓬莱 指的会是太蓬山吗 当年复活的杨贵妃 怎么会跑到太蓬山呢 史料记载 大唐时杨贵妃酷爱吃荔枝 唐玄宗为此专门开辟了一条荔枝路 快马加鞭 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杨贵妃的面前 而这条路恰恰 经过太蓬山 后人称 杨贵妃是知道这条路的 尤其太蓬山此地地处偏僻 适合躲藏 山上有一个道观 杨贵妃早期信奉道教 自然得到道观内道士的收留 倘若 唐玄宗派遣的道士 是在此山找到了杨贵妃 并且带回了杨贵妃的发簪 但是 为什么道士能够找到 其他的人就发现不了呢 传说 杨贵妃就是在这里避难 度过她的七苦万年 死后葬在山下的村子里 来到山下 我们看到了这个构造简单 已经上了青苔的坟墓 奇怪的是 这块墓碑上只刻了 杨氏之墓四个字 因为我在梁山住好多年了 就是我都是六十多了 我就说 今天在那里看起来 在那里 就是下来一飞 在那里祝货路 没来看那个坟墓 在那里就有个信仰的 那个时候 信仰的人 我们这一方的人 看起来没得个信仰的 就是走在那里来 听到我就说 他那里 那个是上一代的人 那个就说 有三个女的嘛 就是出来套难 是有两个派一同一路 他就在那里 就在一个第二层 上去那个第二层 那里还打了一个碰碰 当地的这个墓和对面的双乳风 有奇特的关联 两者结合到一块 被当地村民称作仙女坟 就是说呢 墓中埋葬的是一个美人 杨贵妃死后呢 山下的村子呢 称作杨家村 当时的村里人呢 隐瞒了杨贵妃埋葬于此的消息 太鹏山下的杨氏之墓 真的会是杨贵妃的墓吗 杨贵妃真的终老太鹏山了吗 为什么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 按照常理 就算是杨贵妃被埋在了这里 也一定会有记载的 难道是因为太鹏山地势偏僻 造成了消息的阻隔吗 杨贵妃 这种种传闻 最后我要说 这种种传闻啊 鬼滨岛地 都翻译了一个问题 就是翻译了天下忍心 对当年唐朝这个理事变故 和攸关当事人 你台独 天下忍心啊 对这么一个理事变故 和业冠当事人的态度 而天下忍心这么态度呢 在批评和通信 秉承的情况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以通情感情稳住 杨贵妃当年 是生是死的传闻 相持不下 一方面是史料的初略记载 另一方面呢 是文人骚客的浪漫描述 他给后人带来了 无限的想象空间 无论如何 杨贵妃三个字 已经称为形象化的 大唐盛世的代名词 他也是唐朝 由盛转衰的人物代表 他的美貌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而他最终的悲惨命运 也为人们所凯探 而他的生死之谜 值得我们永远去探索